大明星发酒疯愁太好可怕,摔倒呕吐都是小意思!看到林心如的酒最习惯让人忍不住回避三舍。 都说从一个人的酒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,有些人看似斯文,喝醉酒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,撒泼骂街判若两人。 娱乐圈大明星们也是这样,曾醉酒大闹李宗成歌唱怒马的成龙大哥是这样,醉酒大闹林志颖婚礼的曹哥是这样,就连颇有教养的林志领也曾酒后失态,做出一些诱惑动作。 不知这些明星久醒后看到这些自己醉酒后的囧态,会做何感想? 女星 Khloe Ferry在英国某夜店开派对庆祝生日,离开时候穿着高跟鞋的她不慎摔倒。 428X出进阳相,人人都有不胜酒力的时候,而娱乐圈又是一个不能离开酒桌的地方。 明星醉酒后往往会有失控的行为发生,与他们平常的形象大为不服。 去年12月,注明。DJ陈海琪在某开幕活动担任司仪,由于她活动期间不时拿住酒杯好饮,欲饮欲多开始有所动作。 无论台上台下都不断大叫,我要见老板。 之后,5-6名保安上前家住陈海琪离开现场。 不过她被抵达地下大堂时,竟突然崩溃,整个人大自行躺在地上,要劳凡一众保安在上前抬起她病理集结敌视推她上车离开现场,看来罪得不轻。 成龙最久大闹李宗盛事件发生在2006年,当时李宗盛在香港开个唱,成龙最伪嘉宾现身并想高歌一首真心英雄,但由于喝醉了酒,直接在台上与台下的观众对骂,台下观众喊话成龙滚下去,不想看到你,很烦人。 成龙也不输震,直接骂脏话,还对着观众称你很赚哦,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。 事后,成龙就自己醉酒大闹李宗盛个唱道歉,李宗盛也接受了成龙大哥的道歉,2015年李宗盛演唱会成龙惊喜倩身, 送上大树鲜花,例证两人友情未变。 只是成龙大哥喝醉酒完全变了个人似的,还是让人傻眼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曹格曾酱酒,这是圈内外众所周知的事情,差点把老婆吴素玲都给逼走了,在好友林志颖的婚礼上,曹格就醉酒大闹婚礼现场,把Kami都吓坏了。 事后曹格意识到醉酒的严重性,不想失去家人失去朋友,开始戒酒,终于从酒饮中走出来,回归正常生活。 参加某次庆功酒会的林志颖不知道是太高兴还是别的原因,多喝了几杯,然后整个人都变了,双甲飞红的志颖姐姐的动作变得大胆,让整个庆功会气氛变得香艳起来。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,林志颖退场,才结束了这场闹剧。 41岁的林心如现如今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明星妈妈,曾经单身那么久的她终于被霍建华收服,林心如私下喜爱喝酒,这个爱好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。 但是喜爱喝酒的林心如竟然自曝喜欢酒后乱亲人。 这一点霍建华大哥可要好好管管了,自曝曾经在自己的生日上喝醉酒,然后亲了一个男人的脸颊,这个男人就是周星哲。 幸亏当时林心如还没嫁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点真是好笑,原来心如姐姐在酒醉的情况下还带有自动识别颜值的功能,看来酒后乱亲人真不是乱亲的,人家亲也只是亲帅的,好看的,丑得以绿统统过绿。 2008年,LV在香港喜酒稿。 2000,人开幕派对,一向高贵斯文的韩国女星,眼泪女王。 崔智友在场内又喝酒狂欢,与发哥拦腰合照,嗨到狂笑,双手遮面,暴走,醉态闭现,完全失控。 曾志为喝醉酒不是奇怪事。 2013年8月23日。 校长谭永林在香港举办生日宴,虽然当晚的主角是谭永林但传媒的焦点绝对不止他一个,几乎逢念会必喝的烂醉采离场的曾志为。 议事话题之一往年谈校长的庆生派对他几乎都要被抬上车,今年果然也不例外。 杜德韦在一次派对过后,抱住自己喝醉酒的妻子上车。 妻子明显醉得不省人事,而狗仔则扒住车窗拍个不停。参考来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